卡一不漏白嘛 但是您知道 我们现在去领钱啊 就是钱拿了就放包包 最多用纸袋装嘛 你知道当年建民欠过的场面是什么 用麻袋装钱 对 那时候我记得 我国中刚毕业的时候 就应该是民国八十几年嘛 那时候其实就像 刚刚很多来宾讲的 那时候我有朋友 他们是在做什么 就是我的小伙伴 他们是在做酒店的少爷 那时候因为我们国中毕业 我们就已经大家都已经 有买DL在组一个车队 在改车了嘛 那奇怪我看我那朋友他们 那时候我记得 我家人一天也才给我两百块 那奇怪我身边的女老婆 那大家拿出来都几本的 大家都拿出来都几十万几十万 那我问他们说 你们是在干嘛 他们说现在带一个大 这个大哥是北部一个大哥 他自己在开酒店 那我说那你那时候 做你也太好赚了吧 你一个月是几万 我们不是算一个月多少钱 我说有时较好 一天可以领到万几块 一天一万多块 我们老婆一天有两百 你一天领到万几块 你是在争什么的 然后我说那这个工作还会有嘛 他说这个都额满了 这个园是说很多的啦 那我说那还有其他的工作 可以给我印进去吗 他说有 不然你去楼子顾鸟 那我说去顾鸟要做什么 他说没有 就是楼子要准备钱的办公 你就是把钱顾好 那时候我们就去 他就介绍我们进去嘛 我们就去顾 他外面是开酒店 他酒店有没有 小姐大概二三十个 然后全部都是穿那种旗袍的 哇 那个生意好好啊 他说光在里面的上班小姐 一个月啊 都可以领到二三十万 基本上要有二三十啊 就最少 你如果看我能不能做 也有二十几万就对了 少爷的公主也都领一万多块 那我们因为我们前面 我们不管嘛 我们就是前面客嘛 我们就是走到后面去 那到后面在干嘛 后面就是经营蜜蜜蜜蜜 就是添酒的场子就对了 后面的生意更好 那个桌子啊 那个桌子整个桌子 外面占满人啊 大概可以占三十几个 因为那个欧里亚兜 那个桌子蛮大张的就对了 那时候我们就在休息室嘛 我们在休息室就看监视器嘛 看有没有一些戴帽子的 或者干嘛 凋桃要准备开始的时候 都会有一些很多挂力 就是来自各方的角头大哥 或者是凋桃哥 他会拿钱来 那时候我记得 我第一天去顾的时候 因为也要有人戴嘛 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 他好像奇怪 怎么拿一个麻布袋 我想说他拿麻布袋里面 该不会是 可能我在想 心里在那边幻想嘛 应该可能里面都是枪 对结果不是 他就把麻布袋倒出来 要我们点钱 麻布袋倒出来里面 全部都是钱 到底都整躺整躺的 一两千万就对了啦 然后他说 因为为什么 他叫我们先把钱算一算 然后待会叫他来 有没有 拔他也完就对了 那时候我还见识到说 这钱啊 钱啊 你做的钱是哪里 自己在印的那样 那时候我问大哥 大哥就说 因为为什么 那时候经济正好的时候 大家只要有在经营游乐场 或者是做糊子 要不然是开招募金 要是开酒店 只要是跟八大有关的行业 你大家都躺得油脆脆就对了 所以那时候我们在那边顾啊 我们就顾 一天 我那时候在顾 我记得我一天 最怎么样最少最少 顾四五个小时 也会给我三千块 好一点的话是五千或六千 那你妈妈 有没有觉得那点奇怪 你的手头为什么变扩错了 贵美你说对了 因为那时候为什么 他其实他觉得奇怪的是什么 他说奇怪 我买一台油脑 怎么奇怪 那每天整天人在楼下 一直在改车 要钱到底哪里来 其实那时候就是我们去那边顾 一天大概三千到六千不等 每个礼拜下 有一两三万块 全部都拿去改车 但是这个大哥 这个大哥他那时候 那时候正好赚的时候 他的鞋子就是抽头 一天大概跳起来 大概三五百万应该都有 可是好景不长 为什么他自己啊 他们这种当兄弟的 要四处去捧场 可是他怎么会知道说 阿扁后来当上市长以后 把所有的八大全部都抄 那刚好我这个角度大哥 他刚好他经营的酒店 是没有牌照的 对就刚好被抄 就收起来 后来收起来了以后 他就落魄 就是失智了 四个一段 为什么 因为突然本来你一个月 一个月的收入 可能有几千万的鞋子在报 突然四个后来 就因为自己的沉迷 拔掉四个去捧场 后来就整个 就一蹶不争 就没有再起来了